今天這標題講的是Gen Z最重要的三個須知 那我是從哪裡得來的呢 反正也就是網路上找來的 那有這麼一個Millennial的媽媽 她有個女兒 那女兒是Gen Z 所以我自己也大概花了好幾集的時間 才慢慢搞清楚這個順序 我是屬於Gen X 然後Gen X接下來就是Millennial Millennial再往下就是現在的年輕人Gen Z 不過我不應該講現在年輕人 因為再往下就是Alpha了 Gen Alpha更新的這樣子 好那這個Millennial的媽媽 其實也就已經是我的往下一個世代了 就她現在可能30多這樣 那她有一個19歲的女兒 大概說得通 所以Millennial mom 她就break down everything a Gen Z teen taught her this summer 所以這個Gen Z的孩子教了她 就今年夏天教了她一點什麼 然後她就分享在這個網路上 我看了我就覺得 Oh I learned something today 所以分享給大家 What I learned 好那他們有一些有趣的語言 我們就再往下看吧 她這裡直接就說 那反正她是Millennial啦 她在30多歲 So I'm a millennial I'm in my 30s It is what it is 然後今年夏天呢 She has been feeling her age 因為她很多東西不知道 她真的覺得她老了 那不要說她啦 我都覺得 所以第一個介紹的事情 First things first 所以這個詞 我們也值得學一下 就我如果要跟你介紹一件什麼什麼東西 可能有一系列 可是我們從頭開始 第一個 那我當然可以說 So first of all Firstly 那都可以 可是也有一個這樣的用法 First things first OK 我們就先來談這第一個東西吧 所以我把這幾個稍微打一下 如果你講說 First of all 是OK的 Firstly 也是會聽得到 你就只講First 也是沒什麼問題 當然她最後一個就是 First things first OK 好 所以我們先講這第一件 這個東西 就是DH gate What 什麼是DH gate 好 所以 所以根據我自己剛剛也找了一下 而且Urban Dictionary都有說 DH gate.com 它是一個中國的批發網站 然後你就可以在那邊買到一大堆假貨 可是因為假貨便宜 所以這些小朋友就會在上面買 而且巷子裡的才知道 OK 所以什麼叫巷子裡的 If you are in the know know這個字就是知道嘛 對不對 那這邊把know當成名詞 所以要加一個the if you are in the know 你就知道你要去DH gate 來買便宜的假貨 OK 這裡真的也是這樣寫 所以我們把它讀一下 so according to Urban Dictionary DH gate.com It's a Chinese run wholesale website 所以wholesale就是批發 也打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零售叫做retail wholesale就是批發 so it's a Chinese run 就是中國的啦 就被在中國營運的 wholesale website that's commonly used to buy fake goods 所以常被大家使用來買假貨 fake goods counterfeit 也多講一下 假的 仿造的 counterfeit from well-known brands like Nike and Rolex 所以Nike也有 連勞力士都有 and apparently it's pretty big with genders who are in the know 所以要是你 巷子裡你就會知道 然後接下來又繼續解釋 有關鞋子 女生的鞋子 哇這我真的是不懂 但是我看了我就知道 是事實 因為我們台灣女生也穿這樣的鞋子 所以這個新世代有兩款 或者兩種不同的鞋的樣貌 我覺得看起來實在沒差太多 但總之一個叫做 Golden Goose Girlies 另外一個叫做Air Force One Girlies OK 你不知道是什麼 我馬上給你看 因為我都先Google好了 所以你要是一個 Golden Goose的話 Girly的話 你穿的是這個樣子的鞋子 我看不出這所謂的金 金額金在哪裡 Goose是額你也知道 OK 所以總之這樣的鞋子 就叫做Golden Goose Girlies Air Force One 其實我們講的是空軍一號 那這好像是Nike的一個品牌 那女鞋呢就是這個樣子 你看其實我認為外型上沒有差太多 但是品牌不一樣 所以Nike是打勾勾 你現在看螢幕你就看到了 這就是Air Force One Girlies 他比較有顏色在裡面 我也看很多男生穿這樣的鞋子 沒錯 那我覺得彷彿他的分別 可能是不是 就他的獨特處 是不是就是這個鞋子是很平 就是怎麼講 他沒有那個腳的形狀 你如果看一下他的 從上往下看照的話 你就看到他 他不會在我們的腳的中間凹進去 因為很多鞋子比較合腳的話 中間會往裡凹 你懂我意思 但是這種鞋好像就沒有 這個Golden Goose Girlies 也是一樣 所以現在流行這種鞋子 就是他中間不會往裡凹的 男女似乎都流行這玩意兒 好所以這就是 這講的一個Great Divide 所以兩個兩種品牌或兩種 應該講品牌就好了 你的確款式看起來是很像 我現在看了以後 所以這個Great Divide是存在的 OK So those are shoes 那特別強調 就是現在女生跑趴 已經不穿高跟鞋了 他們都穿這個鞋子 So you don't wear Hear Heels Anymore to the bar 所謂的Wear Heels 就是High Heel Shoes 不穿高跟鞋 所以要是 回到這個2008的這個媽媽的年代 她會覺得很棒 可惜這已經不是她年代 So the 2008 me would have really appreciated that 但當年的她是必須穿高跟鞋跑趴就是 好所以現在Gen Z的女生呢 the head to the bars in laid back comfy sneakers 這樣子 OK 所以 comfy就舒服的 sneakers就是剛剛看的這種 這種休閒鞋 球鞋這樣子 So they generally fall into one of two camps 所以就是兩個之一 兩個陣營的其中一個 GG G or AF-1 GG就是剛剛講的 Golden Goose Girlies AF-1就是Air Force One 酷 然後呢 再來就講到一些用詞 並不是很好懂 常看到的例如像sus 或者mid 或者felt 那sus是一個東西很刻意 它跟suspicious之類的就蠻像的這樣子 那mid是什麼 mid的意思其實是類似於mediocre 也就是平庸 平凡平庸 所以你要是覺得說 啊今天這個夜店 感覺沒怎麼樣 普普通通 他就說 the vibe is so mid here mid OK 就middle mediocre OK 那felt是什麼呢 felt大概意思就是說 你能夠對一件事情有感同身受 我再找了一下urban dictionary 像例如說 啊我對一件事情感到很煩了 那回應的人可能就說 嗯 felt 我不習慣這樣的英文啊 說真的 不過我們就接受吧 這是年輕人的用語 felt OK 然後再來就是 講說年輕人現在都用snapchat 我沒有用 但總之現在 年輕人都用 so 他講到就是 snapchat is everything so which is why you now ask for someone snap at a bar instead of your number 所以你在酒吧裡面遇到誰 認識新朋友 你會跟人家要他的snap 連chat這個字都丟掉了 you ask for someone snap at a bar 而不是要他的number這樣子 OK 還有一個詞叫做eskimo sisters eskimo是一個已經政治不太正確的詞 就是艾斯基摩人 那什麼叫做艾斯基摩人的姐妹呢 eskimo sisters 也就是two friends who have hooked up with the same person at separate times 所以兩個姐妹曾經先後跟一個男生發生過關係 就沒有這個overlap 我們中有時候講double 但其實不對 我們應該講重疊 沒有overlap at separate times 但總之都跟他發生過這樣子 都hook up過就是了 這樣叫做eskimo sisters I have no idea 現在我知道了 OK 好 所以這就是一個有趣的媽媽 他在tik tok上面就分享這個 是就是teenage的這個女兒教他的一些有關於 呃 gen z的這些有趣的新知識 他其實整理起來是三個啦 不過我剛剛講幾個我也忘記了 那我希望這個資訊對你有那麼一點點的幫助 沒有的話也就算了 我也就知道一下 我也不覺得這有什麼了不起 反正年輕人總會有不同的詞語在冒出來 所以再過個五年幾年的 我們可能就要再開始介紹 這個gen alpha的一些東西了 因為已經講到Z 要要回到這個字母的開頭了 好 那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